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基克10月15日在贝尔托内书记卸任圣座国务卿之际 接见了圣座国务院的长社和官员 教宗在讲话中花大量篇幅感谢贝尔托内书记 并表示他在旅行职务时怀有对教会的爱 极其慷慨的精神和典型的词诱会气质 这种气质融合了赤诚的服从精神 以及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巨大自由度 圣座国务院新任国务卿伯德鲁·帕罗林总主教 因当天接受外科手术未能参加旅行典礼